迎接我們的愛式動物大使 Gigi 梁詠琪小姐出席 有隻Gigi Gigi Gigi 梁詠琪 Gigi 非常多謝Gigi 幫忙之中心時間出席 Gigi Hello 多謝Gigi 可以和我們的嘉賓朋友 我們的傳媒朋友打個招呼 Hello 大家好 今天很開心 今天來這裡和大家一起愛護動物 我知道Gigi 也有另一位嘉賓和你一起出場 我們有請Burno Baby Bruno 這隻Baby Bruno 為何說他Baby呢 他只有三個月大人 現在在我們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的領養中心 在等待 猶猶心人士可以領養 而且 我們也很希望大家可以 珍惜和愛護動物 我們有請大使 對 所以需要Gigi去呼籲一下 不如我們現在給傳媒朋友拍照 接著我會邀請Gigi 去和我們的 那麼多位傳媒朋友 和我們的愛護動物人士 呼籲一下 希望Burno 可以快點有一個家 其實在愛護動物協會 都有很多像Burno一樣 非常可愛的小動物 是需要我們給多些愛心去關注 希望你們給予一個溫暖的家具 對 我們給傳媒朋友和Gigi和Burno 多拍照片 眾所周知 Gigi是非常愛惜動物 所以我相信她這一刻抱著Burno 都會有很大的祝福 哎呀Burno 三個月大 好了 傳媒朋友拍照 來到這裡 不如我們 讓Burno可以暫時休息一會 也同時間邀請Gigi 和我們的現場朋友 呼籲一下 希望Burno可以快點有個家 她真的很可愛 你看我抱著她 我第一次見她 她都這麼淡定 應該可以帶給你們家 有很多歡樂 我猜她應該不會搞搞震營 看上去她都很怪 希望她快點找到新的主人 我想問一下Gigi 為什麼你願意成為我們的愛惜動物大使 是出於愛還是責任呢 當然是愛 其實因為和SBCA都合作過好幾次的活動 印象最深刻就是在2012年的時候 我自己做導演 幫她們拍攝了一部關愛小動物的微電影 那時候有很多人幫忙 例如林家欣也幫忙 SBC也有一些犬隻 都很懂得演戲 這樣就和我們一起完成了這個微電影 而且我本身也很喜歡動物 我自己家裡的那隻狗Luna 那隻狗女 其實都是領養回來的 那時候領養了之後 雖然我們沒多久之後 就生小朋友 但是完全都沒問題 因為我們還特地走了去上課 那就學習一下怎樣去一個有養動物的家庭 去迎接一個新的小生命 那都需要一些技巧的原來 那我開頭以為我可以的 好像有時上網看的那些小朋友 和動物怎麼都會抱一舊 玩得很開心 其實都要有些技巧 讓他們互相尊重 除了技巧之外 都想問一下Gigi 在我們領養之前 要想清楚些什麼 很多事情想的 跟你生小朋友之前 要想好自己的東西差不多 首先你有沒有足夠的空間 給他們活動 時間 能力 那 真的跟生小朋友差不多 不是為了一時的開心 很長遠的責任 因為一隻寵物 牠長命起上來 都可能有二十年 知久 二十年 你想想 將來這二十年 是不是真的可以照顧到牠 那才去養 那 亦都不要那麼衝動 用來送禮物給人 因為你送禮物給人的時候 你都不知道對方 是否真的可以負上這個責任 所以很多事情要想 沒錯 其實責任很大 而且 都是要尊重生命 沒錯 我們非常感謝Gigi 身體力行去支持愛協 在這個時候 我們為了答謝Gigi 再次邀請我們愛協的主席 Gigi夫 傅榮顯小姐 就送紀念品給Gigi 多謝她成為我們的愛識動物大使 這個紀念品很特別 就是剛才Gigi也有提及過 她的愛犬Luna 早前為我們愛協 拍攝了一套微電影 也拍了一輯的相片 我們利用相片 製成一個剪子畫 而答謝Gigi 多年以來支持愛協 以及認同我們的宗旨 希望各位受到Gigi的影響 可以感動到你們 一起參加愛識動物日 共堅和諧共用的社區 亦都透過我們在場的傳媒朋友 將這個信息帶出去 今天很多位的傳媒朋友支持 都將這個信息推廣出去 多年以來Gigi都 耳不容辭 其實基本上是一口就答應 每一次愛協 有需要的時候 Gigi都會幫忙 多謝兩位 也請兩位Gigi 留一留步 接著下來 我們又邀請愛協執行委員會的委員 歐佩儀小姐 一起上台 為我們愛識動物日 2018 進行一個簡單言動做的啟動禮 有請三位 三位即將會拿著 代表著我們活動主題的動物圖案 在場的朋友 我們會一起倒數三聲 幾位呢 就會將這些動物圖案 貼上大貼室上面 是願意我們的愛識動物人 正式啟動的 不如傳媒朋友 跟他們拿著這個圖案 拍張照片 對呀 還未擺著的 我們拍張照片 稍後我們就會一起數三聲 一會兒 和全身的 有ác方的 對呀 還有右邊的 全員的 有ác方的 有ác方的 謝謝 相信大家都預備好了 我們的嘉賓朋友 還有呢 我們這邊還有一些市民朋友 一起倒數三聲 預備 三 二 一 希望我们可以把这个爱识动物信息 选择去香港成为动物友船之道 我们一起跪手 把这个信息发放出去 大家可以登入我协议的网站 www.spca.org.hk slashanyformday 报名和据本支持 继续让传媒朋友拍照片我们的手 可以放松一点 谢谢各位传媒朋友拍照片 可以了 谢谢几位请休息一会 刚才提及过 我们可以登入外协的网站捐款 饭捐款满100元 就可以得到爱识动物日的主题动物 帕张一个 如果你能捐款300元 就可以得到应家动物棚球 棚球保一顶 首批参加者 还可以得到adlib赞助的限量版 帕仔帕张一个 数量有限 数元即止 而学生或者老师 更可以透过你们的所属学校 参与爱识动物日 每捐款100元或以上的学生 就可以得到限量版的纪念品一份 纪念品就是立体填色动物面具 或是动物纪念品 好 多谢各位请就座 事不宜迟 我们紧接着下一个环节 说明是爱识动物日 我们当然是鼓励一起穿上 或者配戴附有动物图案的衣服 不如我由头到脚 介绍一下如何配襯动物配色来响应 现在我们邀请六位